好 另外我們要提到吳英寧 北農的總經理 他本來要去帛琉 結果後來喊咖了 怎麼回事 就是說他本來要率領 十七個人一起去帛琉 要幹嘛呢 要推廣蔬果 台灣的蔬果 好 臨時改成經理去 那但是這個事情 議員就在罵說 當地帛琉算一算 兩萬人而已 你需要這麼多人 去那邊推廣嗎 這個事情是這樣 就是一個台北市議員 徐世勳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他等於是去問吳英寧 就是說你們是不是 要到帛琉去 那你們到帛琉去 你會發現這個事情 有十七個人要去 總費用是四十幾萬的費用 四十幾萬的費用 那當然議員就會問 就你們去是為什麼 那所以吳英寧就有講到 就是說他們可以再去 多賣五百公斤的蔬果 那賣五百公斤蔬果 這一件事情 議員當然就會問他說 你花了四十幾萬 到帛琉去多賣五百公斤的蔬果 說你要推廣台灣蔬果 但是帛琉的人口 只有兩萬多人而已 連觀光客加起來 你好像那個花這個錢去拓展那個市場 有點不成比例 那當然這個東西一講出來之後 吳英寧的反應是說 他後來有解釋 說是因為帛琉的議長來北農訪問的時候 他們等於是說給過這個帛琉議長承諾 說他們會去 那所以這整件事情到這邊為止 就有兩種聲音出來 第一種聲音是按照這個議員講的 你花了四十幾萬 然後你最後只賣了五百公斤的蔬果 然後你到兩萬人口的國家說你要推廣台灣的蔬果 你會不會是用什麼 用大炮打小鳥 就覺得沒好 然後就有人跟他就有人開玩笑講 你同樣的機票錢到帛琉 那你不如到沖繩去好了 沖繩還有廉價航空嘛 對不對 然後你到沖繩去 沖繩人口一百四十四萬 這個數字是人口兩萬的幾倍 那算一算你這個花那個錢 搞不好到沖繩花的錢少 市場更大 那當然這種說法是一種質詢的說法 另外一種說法是站在外交的考量 為什麼 因為帛琉是我們的邦交國 然後帛琉也很挺台灣 所以就變成有人就說 在外交的考量上面 四十幾萬是小錢好嗎 人家是帛琉議會的議長 直接來台灣拜訪了 那你過去那邊有什麼不好的呢 所以就是說基於外交上的考量 照顧這樣的一個邦交國 跟以前那個都要花好幾億 甚至幾十億 那種外交預算比起來 四十幾萬是小錢 所以人家說 如果是站在外交的角度 去可以鞏固邦誼的話 這也是好事 只是那你吳一寧 如果在議會可以這樣子回答議員的話 是不是就顯得比較漂亮 是啦 不過是不是也因為很多都是假考察 爭玩樂的 過去太多了 那就是因為以前太多嘛 還有人開玩笑說什麼呢 之前還有更誇張的說法 是說因為台灣很多政府機關會幹嘛 就是我邊預算出去玩回來了 結果呢 我要是不是要交報告 出去考察我一定要交報告 寫一句話叫做很好玩 非常爽的樣子 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就是報告出去 就OK了 那你當然這種東西報告交出去 老百姓就覺得說 你花我們納稅人的血汗錢 然後出去玩了之後呢 丟的報告竟然還是用複製貼上 那你想想看 那這樣子的話 你出去考察幹嘛 要從維基百科複製貼上 我比你厲害好不好 對啊 所以就變成說 這就是為什麼人家在看這種出國考察 會比較敏感 但回過頭來講 北農在這個事情上面呢 就是你看你要站在 我們剛剛講哪一個角度 你站在投資報酬率角度 這絕對是違和 違和 你站在外交的角度呢 真的會合 所以違和會合 就看你站在哪個角度去看 就看你是站在哪個角度去看 好 不過就是真的不要這樣子 每次都很多這種假考察 要爭玩樂 大家看不下去了 好 那另外我們就會看看 盧秀燕 他這次版兜 然後主打林家龍 什麼離山後援會海陸大餐 結果現在出包了 因為他把林家龍的照片 也放在這個桌子上面 然後一大堆都是菜嘛 看起來好像在拜拜 觸人眉頭 那大家就覺得說 怎麼這個樣好像很沒人性 你選舉怎麼選到這樣子啊 秀下線等等 所以反而盧秀燕自己扣分了 對 因為這個選戰是這樣 台中市市長選戰 就是國民黨的盧秀燕 對上民進黨的 憲政市長林家龍 那一場 這場選戰打下去 大家在分析這個選舉的時候 都知道一個狀況 台中市的市區 或許因為盧秀燕是北屯區 台中市北屯區跟北區選出來 的立法委員 所以他對台中市區的經營 是比較久 那他在這個區域跟林家龍 可能可以打成平手 但是他的弱點在哪裡 在台中縣區 以前的台中縣區這一大塊 台中縣區很大啊 橫跨的幅度又廣 那在這個地方就變成說 盧秀燕過去比較不熟 那所以他要加強要攻這個區塊 那攻這個區塊也沒關係嘛 你在這個區塊裡面 你在辦這個競選的行程裡面 你要板得也很好 只要你不是會選都沒有問題 你把照片拿出來就不行啦 但是你把人家照片擺上去幹嘛呢 人家還活著啊 你看像這個照片 這麼多的菜 然後呢 再把人家那個照片放上去 你不覺得很出人家的頭嗎 好其實我覺得 他們應該也不是惡意啦 大概就是說 表示說林家龍也在現場 可是你要不要弄個 人形立牌可能好一點吧 我覺得 你弄這個相片就看不下去啊 我覺得他不管怎麼樣 你這個場景對台灣來說 我跟你說 這個選舉為什麼對盧秀燕會扣分 你知道嗎 全台灣各選區裡面喔 台中市選區的特色是什麼你知道嗎 台中市這個選區的選民 不太吃重口味 也就是說 台中市這個選區的選民 希望候選人是比較厚道的 所以只要候選人人身攻擊 做得比較過分的時候呢 基本上選民是會止步喔 止步就是說 我就不去投票投給你 甚至我反投票 台中市歷次選舉都有這個現象 只要做人身攻擊過頭的候選人 都很容易怎麼樣呢 很容易會吃到苦頭 因為這個苦頭林家龍自己也吃過 所以林家龍修正了 那盧秀燕自己現在去做這樣的事情呢 有可能他自己在這次的選舉呢 盧秀燕也會踢到鐵板 所以在選舉的時候 人家出哪一招喔 要真的好好的 仔細的先考慮一下 先想一想喔